位于巴掩烂路的威省市政厅产业 尽管仍在租赁期限当中 不过由于租赁者多年没使用该产业 现在已经被步伐之徒和引君子占用 针对这个情况 威省市业员大卫马斯在巡视改产业时表示 租户早前有置放新版将建筑物重重地围起 不过在新版被人翘起拖走后 就变成没有封锁的场所 他也坦言那里聚集了很多引君子和流浪汉 更是偷电拦者的焚烧基地 他表示 租赁者不能租了产业后置之不理 视听可以针对租户的违规行为发出警告 他希望有关建筑物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并带动北海经济 而不要被租下后一直放空 没有发展方向 光华日报记者曾三次进入该建筑物了解情况 可见建筑物内三万不堪 而且发出失臭味 一地都是用来包装毒品和吸食毒品的吸水管 汤匙 吸箔纸 打火机 塑胶带 塑管等 现场也有印度女性的沙里 几张发黑的床入和枕头 楼上和楼下的墙面都有涂鸦 屋顶更是千疮百孔 下大雨时到处都会出现积水 而且一名印尹女子相信已经把视听产业当成居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